桃園口车站每天的旅客量为全台第二 出入口衔接中正路、大同路、复兴路等路段 周边大型商场吸引了不少人潮 导致人车汇集交通洞线混乱 市府交通局在11月完成路口改善计划 我们主要有分两个阶段来进行 首先我们是在11月8号的时候 有先对于行人的通行的洞线有做一个调整 我们是借由缩短行人穿越马路的一个距离来调整 以及我们有设置护兰来让行人有一个更友善的一个通行 以及停等的空间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针对人车的一个交织的情况 我们来设置一个行人专用时项 并且在11月30日已经正式启用 缩短行人穿越道路的距离 设置护兰提供行人安全友善通行空间 以及停等空间 交通局说明后续会持续观察路口状况 来调整耗资秒数 那经过我们这几日的一个观察 那发现说除了从长寿街这边车子过来的 除了从长寿街这边方向过来的车子 可能在部分时段有可能有超 有车多的情况发生以外 那其他方向目前都没有任何一个回堵的情形发生 那我们观察之后呢 人车的冲突也大量的明显的一个降低 为了提供友善行人空间 以及改善交通拥挤状况 市府积极地盘点全桃源市区相关的路口 并阻一加以改善 记者林瑞峰桃源长报道